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首级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来说一说足球献星 前不久中国足协发布通知 要求各级俱乐部要暂缓和球员签合同 下一步将降低俱乐部的财务负担 规范薪酬体系 随后又有消息说 说明年三级联赛要全部献星 要中招顶星是一千万 中甲顶星是五百万 那中矣呢三百万 说起来 这不是足协第一次拿薪酬开刀 去年足协就出台了四大贸政策 给球员的薪酬划定了一个天花板 足协新闻发言人就说 之所以要限制球员薪酬 主要是因为晶圆足球的负面效应 正在显现 具体表现有这么几点 首先就薪酬虚高 一些球员名不符实 眼下论前占中国足球 真不输给欧洲的顶级联赛 每到休赛期 中国球队就豪志重金 求够国际大牌球星 在资本的疯狂绝足下 国内球员的身价 也就浮摇直上 动辄几百万 甚至就上千万 却给人呢 留下了一种高价低能的印象 另外呢 就是安逸的现状 导致呢 不思进去 在亚洲足坛 出海深造 那是不少球员的选择呀 以日韩为例 他们本土的联赛 新仇不高 不少年轻球员呢 就选择前往高水平的欧洲联赛 这样不但可以提升球技 也能增加收入 反观咱们这个球员啊 去海外踢球的屈指可数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高清舒服了他们的脚步 既然钱在这来得那么容易 为什么我还要去国外呢 长此以往啊 不少球员就丢掉了进取的动力 那最后呢 就是资本流向高处 清训不知何去何从 虽然各界都在强调扎耕清训 那才是争兴足球的出路 但现实啊 却是各大俱乐部 都忙着赶风口追成吉 花大家钱牵球星 就无瑕也没钱 来顾及到清训 有教练说呀 没有坚实的清训基础 你只靠无限拔高塔尖来引导 那中超呢 就是个泡沫 所以啊 就希望献兴令能成为一记清醒计 在多出球员上进的同时 也鼓励俱乐部呢 多多来关注清训 从而呢 憨实耕机 远离泡沫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花式求好评 这双十一过去了 但事情呢 没完 什么事呢 购物评价 最近啊 很多消费者就吐槽啊 说接到商家电话 各种花式求好评 让人是不胜其烦 对于商家来说 好评啊 不仅影响到信誉度 而且呢 更直接影响到它的成交量 所以呢 就渴望好评 求好评 这倒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采取各种手段 比如红包返线 卵磨硬泡 索取好评 那性质呢 就变了 实际上啊 不管是好评啊 还是差评 都应该取决于 这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然后呢 给其他的消费者提供参考 商家花式求好评 其实呢 在破坏规则 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如果挨不过情面 或者呢 经不起这个红包的诱惑 那做出一些虚假的 违心的好评 其实啊 那就是互相在挖坑 所以呢 消费者要想维护自身的利益 就应该客观公正 给出评价 该好评 那就大大方方给好评 该差评 就理直气壮给差评 绝不为商家的威逼利诱所动 另外咱职能部门 也应该落实监管的责任 对索取好评的商家 应该进行惩戒 要我说呀 商家花式求好评 咱哪 不能灌这毛病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高法APP 有一款APP叫 交管12123 只要开车的人 几乎都要用到它 最近有人下载之后啊 发现里边含有大量广告 而且呢 无法处理违章 于是呢 就到交警部门来投诉 结果交警这么一看 这APP竟然是假的 记者调查发现 这一类高方APP啊 还不少见呢 涉及到医院 银行 公交等多个领域 有的是隐藏木码程序 能够远程控制用户的手机 有的呢 就诱导用户去钓鱼网站进行支付 还有的就更厉害了 能够直接窃取你手机支付的账号密码 可以说呀 这高仿APP作恶多端 危害到网络安全 财产安全和公共秩序 对此有专家认为 用户通过手机应用商店 下载到了高仿版的APP 有点类似于买到假货 但相关平台呢 你可不能两手一摊说 与我无关呢 所以呢 手机应用商店 就应该完善你的审核机制 履行审查的义务 要起到门绳的守门员的作用 另外 相关职能部门 也应该加强执法 将这个高仿APP 给它一网打进 要我说 打假 还是需要真功夫啊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新周刊 文章标题 十一月的酷寒天 你我都变成了霹雳贝贝 最近的打折是降温啊 让很多怕冷心人啊 是一路哀嚎穿上了秋裤 可穿上秋裤之后 哀嚎并没有结束 为啥呢 源自一个古老的物理现象 静电 你看啊 摸摸对象的小手 拍拍同事的肩膀 你开个车门 你摁个电 每天都有 滋滋有味 有人被电成了霹雳贝贝 有人呢 变成了十万伏特的皮卡丘 有人自称是雷神附体 还有修仙党就觉得 自己在渡雷节 一切啊 都像这个温蓝的那句歌词 你天生爱放电 这种酥酥麻麻电的感觉 导演没有多痛啊 但是呢 让你酸爽到啊 想后退 不仅人和人之间不敢握手 社交疏远了 就连家里的猫 都以为你啊 变成了雷电法王杨永信 对你呢 退避三射 最惨的呢 是猫以为你电了它 还要烦扰你一下呢 于是呢 你既被电打 又被猫打 那真是双重打击 层层伤害 这种物理打击 还不算什么 心理上的阴影 那真较大呀 你比如 女生穿一个女子裙 结果呢 裙子直往上窜 成了超短裙 你一坨毛衣 那是一路 火花带闪电 成了黑夜里 最闪耀的星 我们再来说一说头发 有些人呢 你看这是文静泪敛 发型却在谢逊 和敖拜之间切换 有些人表面上优雅随和 一开灯 就暴露了炸毛了 还有的小朋友 从滑滑梯上滑下来 三秒 头发立马 变成了一颗海淡 那真是静电面前 人人平等 说来电它就来电 不过呢 也不是人人都苦恼啊 也有单身狗啊 表示呢 受到了治愈 想不到母台单身的 我有生之年也能体会到 被放电的感觉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安徽潮湖 惊陷阳天气观 天空被一分为二 一半乌影 一半西洋 一半是颓废 一半是明媚 有人就感叹 这正是应了那句古诗啊 阴阳割荤小 感恩节快到了 有人做了一道美食 看起来啊 像是一只生的火鸡 但切开一看 居然是蛋糕 简直可以 以假乱真 江苏连云港的盐田 长出美丽的花 有的像珍珠 有的像珊瑚 楼台亭阁 有的就像天桥石柱 飞禽走兽 让人嘖嘖成奇 据了解啊 每逢冬季来临 气温下降到一定的程度 那盐池的硫酸镁呀 硫酸钠呀 就逐渐结晶而出 就会形成 晶莹如水晶的美花 和节拍如玉的消化 有人说 这就是自然界的妙笔生花 好 欢迎回来 说给孩子取一个有个性 寓意又美好的名字 是每一个父母的心愿 浙江宁海的严女士 也是抱着这么一个初衷 给女儿呢 取了一个名字 一半夜 一半游 念笛 这寓意又美好 可是没想到呢 这么一个好名字呢 就带来了一些烦恼 因为它是个生辟字 只有公安系统给打出来 其他你像这个银行啊 火车站呢 也是需要实名认证的地方 只能用拼音来代替 起初呢 这严女士呢 没太上心 但是没想到 最近遇上了一个大麻烦 前不久 女儿呢 获得了学校的保研资格 但是将资料 报送到这个学新网的时候呢 这个字无法录录 老师说了 要把爷呢 得先把那名字改了 可是根据规定 在校大学生 是不允许更改姓名 这严女士啊 来来回回 折腾了好些趟啊 依然没有办妥 她有点后悔 给孩子取这个名 很多人就疑惑呀 户口本身份证 那能够输入到的汉字 那为啥其他地方 就输不进去呢 这主要是因为 公安系统 它的字库呢 是最全面的 它还有一个生僻字库 但是你像教育啊 银行啊 航空这些部门 并没有同步使用 这一套字库 这就导致一些个生僻字呢 无法共享 其实早在2016年 公安部就召集工信部 人设部等部门 希望啊 大家能同步更新字库 保证生僻字呢 都能够正常使用 目前看来 这效果不太理想 有专家说呀 尽管一些字 看着是生僻 但都是收录在 汉语词典里的 那么家长就有权 使用这样的汉字 相关部门 你不能因为用的人少 就不给他放进到字库 否则你为民服务的意识 恐怕也有一点点 徒有虚名呢 接着来说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 一些卖家呀 他私下售卖人脸数据啊 八块钱 能买到三万多张人脸 这卖家就说了 很多照片都来自朋友圈 而且呢 没有取得对方的同意 人脸数据在网上售卖 那就意味着 咱个人信息呀 可能会遭到泄露 而卖家从什么渠道 收集到这么多的数据 买家又可能买来以后 用到什么样的地方 这都关系到 人脸数据 采集保管 使用的合规性 以及呢 是否会埋下安全隐患 所以呢 这种买卖行为 必须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随着生物识别技术的日趋成熟 声音识别 指纹识别 人脸识别 哎呦 被应用到很多的领域 它的便捷性 确实呢 让用户获得了更好的体验 但同时 这数据泄露造成的风险 那也如影随形 不久间哈 国内人脸识别第一案 这个案件呢 引发了人脸识别技术 和安全的讨论 换脸APP的走红 让大家意识到 人脸它脆弱的安全性 据介绍 微软已经删除了 最大的公开人脸识别的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呢 是2016年建立 有将近十万人的面部信息 本来嘛 是用来培训科技公司的 面部识别系统 如此看来啊 科技巨头 人家意识到了 背后隐藏的泄露风险 是未雨绸缪 有专家表示哈 人脸数据存在唯一性 而且呢 它伴随这个人的终身 所以呢 必须要有最严格的保护 收集使用 都必须在相关法律 规范之内来进行 可别让 人家面对人脸识别 真的愁眉苦脸 好 接下来是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 介绍瑞茨一路五名 说这个河南郑州有一条路 不超过四百米 这么一条马路 竟然呢 在不同位置 刮了五个不同的路名 你看啊 叫台庄街 叫省庄前街 还有省庄后街 雁东路 还有雁庄一街 哎呦 这外卖小哥就吐槽啊 送外卖啊 常常找不找北啊 那巡防队员呢 就说呀 收这个书信啊 经常出错啊 很多附近居民 也表示给生活 带来很多的不便 那么沿路 出现了五个路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有工作人员就介绍了 说这条道路所在的区域啊 原本就位于多个村子附近 拆迁安吃后呢 又重新给它化片管理 虽然以前很多小路 已经整合了不少 这村子里的居民呢 就希望啊 能够以路名的形式 保留住这个村民 所以呢 一部分旧的路名 就这么被保留了下来 那新的路名呢 因为开发又出现了 一条道路五个名 引发关注 很多人就表示啊 自己所在的城市啊 也都存在类似的 成长的烦恼 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 不少乡村的社区啊 街道啊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一条路 五个名肯定不行啊 这让人无所适从 但如何通过 别的纪念方式 让人们住进高楼 又能留住相仇 这考验的 是咱相关管理部门的智慧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儿童票 下面九 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改委 联合发布通知 从明年一月一号起 城市公交和长途客运的儿童票 将从只认身高 变为继认身高 也认年龄 具体条件是 每名成年的这个旅客 可以携带一名六岁以下 或身高一米二以下 且不占坐的儿童 来免费乘车 六岁到十四周岁 或者是身高在一米二到一米五 之间的儿童 也可以享受半价优惠 说起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咱们国家儿童的身高 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增长的趋势 有数据显示 在2012年 我们国家六岁的城市的男童 他的平均身高 已经达到了一米二 而十二岁儿童的平均身高 已经超过了一米五 按照这么一个数据 你单一使用一个身高的标准 就显得不合时宜 为此一些地方 他就开始尝试 要改革儿童票的免票的标准 有的是上调了身高的标准线 把一米二直接调到了一米四 有的就把身高和年龄 给它结合起来 作为一个免票的依序 不过这都是个别地方的尝试 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 这样就很容易出现 互相打架的情况 如今两部门联合规定 儿童乘坐汽车 既任身高 也任年龄 那就是一个破冰之举 有利于汽车儿童票 进行统一的管理 有人说呀 光改变汽车儿童票还不够啊 你像火车票啊 船票啊 以及景区啊 博物馆这些场所的儿童票 也有必要 既任身高 也任年龄 这样呢 能够让儿童票的福利啊 实现最大化 总之吧 咱们希望啊 儿童票 从任年龄的范围 给它尽可能的扩大 让大个孩子 这个福利啊 不要被压缩 好的 感谢收看 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